空拍画面中可以看到 翠绿的稻田中 就是马英九的爷爷 马丽安的祖坟 开阔的农天中间 矗立着两棵薄树 而中间被环抱的 就是一座墓碑 那就是马英九的祖父 马丽安的长眠之地 TVBS采访团队 抵达马英九湘坛的老家 也图看到流动厕所已经摆上 从老家到祖坟 新铺的薄油路 颜色较深 一旁道路施工 注意安全的警示牌还放着 而且除了祖坟之外 原本从马家宴 通往马家坟墓的道路上 都是像这样的辞职路 不过随着马英九到来 这里重新铺设薄油 当地居民就笑称 那干脆就叫英九路吧 当地民众表示 他们都知道马英九要去祭祖 他家的田在哪都很清楚 以前这个田是他们家的 欢迎会欢迎他 肯定我们是中国人 不是外国人 大家都很欢迎他吗 肯定嘛 他在这里算是很有名的人吗 很有名 他是台湾的 甚至还有湖南民众特地开车前往 想一睹马英九风采 湖南长沙湘台县 茶安寺镇双阳村 是祖坟所在地 距离马家宴白石镇的老家 开车仅15分钟 为了4月1号 马英九的到来 当地为安也有所提升 记者采访时 突然冒出了一名男子 贸然打断 您父亲跟这个马赫林是认识 对 想你相亲吗 不玩吗 小时候在这边一起玩 对 是哦 大概是 马家宴一个寺庙前 是马力安曾经工作的地方 也是马赫林 幼时居住和生活的地方 湘江边的河堤 至今仍然保留着 马力安曾捐款修建的渡口 自从马英九寄组消息出来 导航搜索当地的关键字 飙升了2.3倍 成为了湘潭县 近期热门的景点之一 TVBS新闻 于心汉 叶峰伟 湖南长沙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